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估计是我的舌头被皮了 于是兴起为大家推出新版解说 今天为大家重温的电影就是《决战星球》 里面讲述了人类寻找视剧星球的途中 男主培养了一只猩猩来完成简单的飞行操作 然而就当快执行任务的时候 猩猩居然造反了 不过男主食物一味猩猩就不比比了 领了河饭的猩猩于是驾驶飞船 外出执行任务 不过遭遇了宇宙风暴意外坠毁在了附近的星球 为了找回新爱的都比男主在追赶的途中 也遭遇风暴坠落在了星球上 但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星球早已被猿人之霸 反而人类的地位颠倒成了奴隶 很快运气不差的男主就被猿人大哥小白狐抓住带回了村里 人类作为奴隶在村里出售 而我们放荡不羁 时尚前卫的女主小兽手就看上了我们的男主 就看男主的眼神可见再野心的母猴子也难挡帅哥的诱惑 然而一边的妹子就不乐意了 迪迟 紧接着男主被关了起来 然而这样低级去恶的关押手段 简直就是在侮辱男主的智商 看得了黑科技的男主分分钟就打开了锁 并营救了被困群众 就在逃离的途中他们巧遇了小兽手 身陷困境的男主要求小兽手带他们逃出 成为惊喜色欲的小兽手很快就妥协了 出于弱势的男主带着一行人来到了飞船坠毁的地方 只要在飞船上找到武器装备 那就可以在猴子面前装逼了 就当男主准备下水的时候 小兽手突然就吓尿了 在男人的解释下原来猿人都怕水 所以他们的头发都看起来特别有 就在此时小白狐发现男主带着奴隶们跑了 而且还拐走了自己未过忙的老婆 顿时不可破解的小白狐就怒了 紧接着他召集大军命令部下 势必将男主等人抓回来 但是机制的男主利用猿人怕水的弱点 成功逃过一劫 然后利用飞船上找到的信号接收器 找到了一艘破旧的飞船 就在这时小白狐亲自带领大军前来围捕男主 一看到这人海战术顿时男主就翻了 连那么多猴子 估计自己身上的寒帽都要被拔光啊 然而男主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 于是他果断掏出控制器操作了起来 呃跳台了 不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老旧的飞船动力终于忍不住喷涌了出来 瞬间猿人大军就乱了阵脚 很快由美女带人人类大军发起了反抗 正当双方爆发激烈冲突的时候 突然天上下了一个蛋 瞬间在场的吃瓜群众就懵逼了 他们咒足观望都想知道这他妈是个什么鬼 然而让人忘忘没想到是男主心爱的豆皮爆了出来 这大拇指一束就问你们遛不遛 顿时在场的猿人就给跪了 原来猿人里流传着一个传说 他们的祖先有一天将会从天而降来带领他们 然而小白狐不以为然 突然被吓到的星星跑进了飞船 见证的小白狐飞奔而来准备抓住他 此刻加以阻了男主和小白狐一同跌入了飞船 感觉绿了帽子的小白狐对着男主就是一顿爆炊 紧急关头心疼男主的豆皮挺身而出 但是身强力撞的小白狐 反手就把豆皮拍成了小儿麻了个屁 接着小白狐又利用夺来的武器控制住了局面 然而就在小白狐表达对后线的社会强烈控诉的时候 机智的男主利用飞船的自动门将小白狐关了起来 目逼的小白狐瞬间就是一顿狂兽 把自己下的生活不能自理 故事的最后一路走来 小兽兽对男主是情有独钟 给予男主的帮助大家也是有目共睹 重情重义的男主就在要离开的时候和小兽兽做了吻别 当然好兄弟讲义气 跟着男主上刀山下火矮的妹子 男主表达情感更是怼了一脸的口水 最终男主乘坐飞行器依依不舍离开了星球 然而当他成功返回地球的时候 让他望望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当年的小白狐成了开山鼻祖 而原人才是这个星球的主宰 搞了半天男主穿越时空隧道又兜了回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没事别到处瞎转悠 娶个美女当老婆生一堆的孩子岂不美哉 要是翻车了估计到时候连个像样的人都找不到 不是都明 几分钟带你看电影或者最新电影资讯关注订阅我即可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